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全市学生音乐比赛 在国乐的部分展现了 灰红气势 尽管手指化 五赌国小国乐团 迎来近60人登台 是北区最大团 其中有一位听随儿 也登台参与演奏竞赛 让人看见逐梦的力量 欢乐又震撼的国乐演奏 展现全团学生的 演奏功力与默契 指挥老师何孟瀚 引领五赌国小 拜扶国中国乐团20多年 尽管面临少子化 但团员人数依旧维持水准 相当不容易 虽然说少子化的关系 但是目前五赌国小的国乐团 是我们台湾省北区 最大的学生音乐社团 用热情专业 鼓励孩子们加入国乐行列 更带着自己的女儿练习二胡 克服重度听损的困境 这次登台演出让人相当感动 其实在这一次的音乐比赛对我个人来说是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意义 因为我的女儿她也在场上比赛 那因为我的女儿是个听损儿 就是跟谢市长的女儿小爱相同 我们都是开电子儿的重度听损 对那当初我也认为说 既然这样子有可能学习音乐吗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让她去学习二胡 那我们在这几年的教育之下 我们发现她是可以学习音乐的 对 这个是让我觉得这次音乐比赛最大感动的地方 喜欢拉二胡 喜欢二胡的瑞彤坚持了两年 更登台参赛真的不容易 孩子们在国乐的薰条下 将代表基勇士参加全国赛 我很开心的那个比赛 我练了四年 很紧张 很好玩 练了三年 也是很紧张 克服紧张 勇敢登台 展现最好的一面 百夫国中国乐团和谐的乐章中 散发着国乐的如特韵味 一样代表基勇出赛 私足乐的常盛军 基勇高中 带来风采动人的乐章 我们是基勇高中的私足乐团 我们在准备这个比赛期间 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夏风 然后我们希望以夏天的主题来 那个感动评审的心 感动评审 更要获得评审认同 全市学生音乐比赛国乐组 让人感受到音乐的视听饗宴 孩子们展现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持 瑞同的登台 也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奇迹 所有的成绩都公布在教育处的网页上 祝福所有代表基勇出赛的选手们 明年在全国赛上 绽放耀眼光芒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为了因应基隆捷运第一阶段工程综合规划 市政府编列了整合3500万元违办费 将成立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 副议长杨秀玉希望未来可以把七堵区打造成为 基隆市的信义计划区 为了因应基隆捷运第一阶段工程综合规划 预定在今年底核定 基隆市政府编列整合3500万元违办费 将在明年正式成立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 市议员们都很关心 每年的看起来是 这个专案办公室的常态性的业务费 应该是2700万 好 然后另外第二个问题会是说 就是那如果说这个专案办公室成立之后 那跟目前的捷运工程科之间的关系 跟协作的方式会是什么 因为基隆捷运的进度 其实全民都非常关心 那我们的像刚刚处长提到的工程师 所谓的工程师 他是额约聘雇人员 还是我们有从其他公务机关请过来 那他们是也是在明年1月1号开始会就任吗 是已经跟业界 或者是说有相关 国内有比较著名的几个顾问公司 曾经有协调过 或者是说他们认为这样的预算是合理的 他们愿意来的 还是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来编列这样的一个预算 因为我今天很担心的是 好你编列3500万了之后 就还是没有人来 那这些事情 我们接下来要如何去持续来推动跟进行 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表示 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的成立将先规划 第一阶段基隆市境内也就是七堵区 五个厂站的交通转运和接驳的事宜 就是说透过专案办公室一个伟办计划 让民间具有捷运经验的一个顾问公司 能协助我们未来推动整个基隆捷运的部分 那整个专案办公室当然是针对我们 基隆捷运刚刚特别提到 我们浩浩一座提到 是从南港到未来的基隆 这整个他都要进行一个协助 但是我们里面有特别提到现阶段 因为明年度一个捷运 第一阶就要核定 所以我们先针对我们基隆市境内的五站 包括刚刚特别提到的 我们八堵七堵 六堵百福 以及北五堵这五站的一个厂站的周遭 我们的整个交通的一个设施 我们要先来做一个配合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更希望 未来经由基隆捷运 可以把七堵区打造成为 基隆市的信义计划区 北五堵据我所了解 本席所了解 它有大概70%以上是私人土地 就刚刚我们这个议会同仁在提到说 未来的这个土地的取得 我们跟这个中央内政部营建筑 这边到底我们的整个 整个措取的过程到底怎么样了 我觉得这个土地的取得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的这些土地取得的问题 我想重赏之下必有永福 我们未来是不是七堵的七堵 就像类似台北市的这个信义计划区 另外一个新的市政 而市议员洪森永哲询问市长谢国良答应 第二阶段基隆捷运规划到安乐区的问题 交通处长王俊宏表示 将进行到第二阶段的可行性评估时 再向中央提出评估的需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为了要推动城市永续发展 特别举行了基隆市ESG城市永续发展论坛 邀请到企业领袖及青创代表 一同讨论交流 环境永续青年创生 为了避免地球暖化 需要各界一起来努力 基隆市政府关销处 特别规划了基隆市ESG城市永续发展论坛 邀请产观学员一起互动交流 目的是让基隆的产业能够永续 实际投入减碳旧地球的具体行动 因此这次邀请了许多企业顶尖人士 与基隆产业领袖 跟各单位互相交流凝聚共事 大家都知道大圈是变频空调的领导者 我们推出了变频空调以后 我们的整个空调的比例 2019年是75% 在2025年会超过市场的98% 就是几乎都是全变频 再来其他设备的话 除了家用空调 其他的可能一些比较 其他像冰水机或是其他的 也会达到提升5到15% 那我们大型的VRV也达到了100%的 所谓的变频化 论坛现场贵宾云集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出席论坛致词 另外包括议长佟子委 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产发处长林鼎超 并由全家便利商店副营运长黄俊毅 国泰金控投资长陈淑芬等贵宾 分享七大企业如何来做ESG 达成基隆共好干净家园 今天很开心我们可以办这个活动 让市政府办一个平台 让所有企业参与跟了解ESG的重要性 那我们过去最近做了一个很成功的案例是 我们耗到四大超商 然后还有麦威登 还有麦当劳 还有全联 总共11家 总共有7百 1000多家 对不起 1000多家的这个门市 他们在一公里之外 他们要负责干净打扫 然后跟基隆一起创造一个 永续美好的干净家园 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所有在地的厂商愿意认知这个重要性 愿意出现他们的人力 然后跟基隆一起共荣共好 是我们觉得很骄傲的 我想如何发展永续城市 是我们一个普世的价值 那现在政府的这个重要战略方针是 近临转型 南渊转型 然后我们在基隆 当然也在我们的国家的一份子 我们大家也共同努力 今天非常感谢官销处 特别举办相关的论坛 让我们的产官学研 都有机会来大家共同讨论 希望辅导我们工业区 在近临转型上面 可以成功的转型 那我们未来发展蓝色经济 蓝色观光 还有我们的清创等等 相关的产业 也都共同朝向这个目标 那我想我们基隆是世界的一份子 我们会共同来努力 当海边界上升的时候 基隆港和平港会被夜幕过去 所以在基隆 我们可能要先别人家 更先进一步的来去做这个永续发展 去针对需求能化 做更进一步的拓展 而在这边也是在这边的高度肯定 我们基隆市政府特地办了这个论坛 来去支持我们全球化 在基隆市的海洋城市 但身为海洋城市 我们就要对海洋文化跟海洋的现况 有别人家更深刻的了解 另外论坛上也要请在地创业青年品仙渝 创办人王岐顺 宇都漫步创办人苏小兰 来分享青年回乡创业的历程与创造共融 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期待借由这次论坛 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警察局执行宁警街坊专案 第一个周末在新北与基隆交界处执行勤务 取缔违反改装的排气管车辆 动员了三十多名警力 开出了新台币三千到三万元的罚环 使用未经检验合格的排气管 其次你的排气管上面没有防烫盖 也违反了倒焦条例 到时候我们会依倒焦条例来做一个举办 另外有关你排气量的部分 我们待会会立刻来做一个检测 不少人就是喜欢趁着夜晚时段 在大马路上禁述 其中最常被民众检举的 就是明德二路和百神街口 这里是连结新北细子和基隆交界 道路长又宽人相对比较少 但旁边整排都是民财 入院之后排气管噪音 喉咙俱响让民众快抓狂 像是一会晨庆 警察的工作量已经很多了 那警察环保局的这个 所谓基查人员也有限 那你这样子警察的勤务这么多 又要取缔酒驾 又要取缔噪音 所以在这边 我希望我们环保局一定要编列预算 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改装车的噪音 一定要用这个所谓的AI 人工智慧 科技执法 这是未来的趋势 据一方所知啊 在金融市全区非常多的地方 都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所发生 所以在这边也希望我们金融市警察局 跟环保局能够不要有三分钟热度 能够一直持续这样的任务 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有一个安静 宁静的生活空间 各区都同时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不是局限在吸毒 那今天非常让我们警察局 环保局还有我们那个 那个什么监理上 大家共同来做宁静街坊的这个专案 大家非常的辛苦 那为了给我们的百姓 我们的选民有一个宁静的这个街坊 最主要是让我们市民 过着一个安静的生活 那对于执法单位来讲的话 他们的仪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些的话 我们不是说只有看目测的话 甚至有说我们本身是骑车的人 也要注意到 那往往的话 噪音已经超飙了 他自己也可能不清楚 所以未来他自己的保养方面 检视方面也要注意到 就是展开年镜街坊专案 第一个周末 警察局会同环保局监理站人员 一起带着检测仪器 在路口一一拦检 回反噪音管制法第八条 假设这个民众的七机车 是使用未经认证的排气管 或者是已经经过认证 然后他擅自更改使用 那我们环保局会把这个仪器带来现场 来做实际的这个测量 那假设如果说他是未经认证的排气管 我们会拍照取证完 移给环保局 那可能会拆三千块到三万块以下的滑环 今年他们环保署要补助他们十台 他们自己要买三台 那当然警方如果我们有多余的警力 我们会解决于他手 然后这样子有机器过来 我们跟环保局来执行 可能会对这一个临近街坊的工作 有更大的注意 为使用认证排气管 然后制妨碍他人生活安宁的话 那这样我们环保局可以处分三千到三万元 那是暗次采除 而且夜间时段的时候可能会加重处罚 那如果是我们现场蓝检有超标的情况 那我们会采除一千八到三千六百元 好停停停 好我们这台车来办理那个噪音检验 立宗柱现场来实测 金融警方一整晚光是明德二路 就动员了超过二十名警力 除了取缔酒驾的勤务之外 也取缔不合格的排气管 民众耍帅花大钱改车 变成噪音扰民 一旦被警方查到 吃的罚单恐怕会比改车钱还要更多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热利三间与迈进路口在每天的上班时间塞车的相当严重 地方民众和民意代表都很关心 市政府特别办理会堪设法进行改善 货柜车和小客车机车穿流不息 画面上是热利三街与迈进路口 尤其是每天上班时段塞车相当严重 为了设法解决问题 市府相关单位到场进行会刊 由警察局主持 当地多位里长和安乐区的市议员及安乐区长都到场进行讨论 期盼尽速改善这个交通难题 因为我们热利三街只有一条国家新城五幅六合 长乐甚至三明里 都都是使用这一条热利三街这一条路线 所以到了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真的塞的 上班时间塞的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边能够改成四线道 上二下二的这样子的话 疏解我们上面的交通 当然这是短期方面的 最长期我们最希望的规划是 能够帮我们国家新城打通第二条连外道路 从我们五幅里到壮观里 然后再到我们麦津路的话 这样子的规划路线的话 那是更好的 以及另外一条配翔所希望的 从我们上置货柜能够评估规划 直接到二高这样子的一条路线下去的话 整条路就会长通顺畅 包括交通处 包括警察局 包括公务处来这边办理会刊 主要就是希望说我们这次的会刊 可以把这边拥塞的车流量 可以做一定程度的疏解 那另外一方面我是在这边提议的话 是前面有一些在热地三街下来的地方 会有一个相当大幅度的转弯 而这大幅度的转弯导致路幅的不够 而因为路幅不够的话 我们会看到很多 不管是国道客运的巴士 还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连接车 就会卡在路中间导致说后面车子 后面的车后面的小客车 毁堵到国家新城牌楼上面去 因此我刚刚也提议 警示政府协调 看能不能是否把这个突出来的这个弯道 结完取直 让整个车流量可以更顺畅 热地三街的一个路幅的一个检讨 看是不是开为两线道 假设是未来是长期性是开两线道 是最势意的一个交通的疏散的方向 那另外在短期之内是不是在 我们线目前上行的两线道 我们时间上 六点半到八点做一个掉坡车道 那刚才会看到的时候 因为做掉坡车道 可能在我们下园热地三街口这个地方 大型车要转上去的可能有它的困难度 所以说我们还是遵守我们今天交通署 还有我们警察单位 还有公共处他们相关单位做一个评估 后续的一个彻底的改善 让我们这个塞尸的情形 能力一个尽早的解决 热地三街迈进入口这边是两线道 就是出门的时候是两线道 可是在从国家行程出来的时候 在二姓小学再往上一点是一车道而已 所以很常因为红绿灯的管制的状况下 导致就是明明是绿灯 但是出不去的状况 所以也希望说金融市政府趁这个机会来 检讨看看有没有机会来把这个 单线道改成是两线道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国家行程的上班的车流 可以疏解之外 还有包括我们麦津路 要往那个基金一路 要去上国道的这个车流 也希望可以有两线道来舒缓 那也另外一方面也是 我上半年的时候会堪 希望说不要让那么多汽车 为了赶时间上班 然后造成说有误闯到机慢车道 被开罚的这个问题可以被解决 经过充分讨论会刊结论朝向调整号制秒差和车道来推动 勒利三街往麦津路方向 由交通处在上午尖峰时段调整号制增加10到15秒 另外针对勒利三街的车道 由交通处重新规划为双向均为两车道 而麦津路的安和二街往石平类圆环方向 也规划改为两车道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及一亲户籍资料证本 阿吉借过 你那是无银角吗 怎么了的 快教我 什么无银角 是我的地价税 不赢了 赶紧去缴税了 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 超方便 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可以选择哦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 肺炎恋求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 期待健保卡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恋求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哦 金融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在新义区等处设置市内儿童乐园颇受好评 不过在金融市议员张之侯 质询时 呼吁要采取更细的分离方式开放 另外市长谢国良也透露 希望在西岸设置儿童职业体验博物馆 以公务职业为主寓教娱乐 让孩子们边玩边学习 已经为人负的金融市议员张正豪 特别关心儿童相关福利 除了呼吁金融市政府在亲子厕所 真实安全座椅 张正豪也建议 目前开放6岁以下使用的各区儿童乐园 应该做更细致的分离 以免大小孩混零使用发生意外 市长 128公分这个作为一个分类啊 这表示128公分以下小朋友 从670公分到100公分到128公分 那都是都在这个游乐园里面玩 其实这是一种混零的游乐方式 混零游乐方式有点危险 因为你可以有一个接近6岁的小朋友 跟一个不到2岁不到1岁的小朋友 在那边玩 所以如果我是你 如果我要再给你多一个建议 我希望你的室内儿童乐园的规划 能够再做一些更细腻的分离 让小幼童 比如说呢 比方说比如说 0到6岁嘛 你可以把3跟6再分开 有一个更幼儿的游乐的游乐的区域 谢国梁则透露 将在西岸规划儿童职业体验博物馆 以消防等公务职业为主 希望邀请北北基陶的学童 一起来体验 我目前是有在西岸周围 希望能够规划一个儿童的 职业的一个体验的博物馆 那这个儿童体验博物馆呢 可以从工 大部分是从工部门的领域找手 警察 消防 税务等等 然后让孩子们边玩边学习 这个各种职业的体验 当然我们在10年前 在京华城有一个叫做Baby Boss 或者在东京跟其他国家 有叫Kizania的一个这样的儿童场域 不过我们比较想要把这个 公务的职业体验 纳入在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个精神当中 然后邀请北北基陶的学 就是小学6岁到12岁的孩子 都来跟我们一起共同的体验 喜爱阅读的张绍豪也秀出 他的金融市立图书馆借阅证 他批评市立文化中心图书馆 因为工程延宛 此时未开放 结果被金融市政府 视为政绩的24小时书店 却是周五到周日才有 让他觉得很好笑 不是这个书店存在是笑话 而是你把这个当作是你的 施政报告 当作是你一个政绩 来自我吹捧 说我们有推动24小时的书店 结果你放着我们的公共图书馆 迟迟的没有开放 结果在那边弄一个 也不是24小时 一个字不像的这个政策出来 与其这样你不如把自己的心理 放在我们公共图书馆 尽速的让他开放 尽速的把他的相关的施工改造 尽速完成 这个才是你们重要的事情 针对日前发生多起营养午餐事件 张志浩已都拥有超过40班的 民传国中及新一国小 竟然共用一名营养师为例 要求金融市政府负起责任进行改善 让专业人员能全力把关 为学生提供更营养安全美味的学校午餐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创世基金会以金融分院 成立20周年的怨庆活动 12月1号将在北都饭店举行 金融分院特别先在北都饭店门口 办理义卖活动来宣传 立委蔡适应和金融市议员吴华家 协助创世基金会金融分院 叫卖义卖的物品 吸引许多善心民众钱来购买 由于创世基金会金融分院 成立20周年怨庆餐会 12月1号将在北都饭店 举办 金融分院特别先在北都饭店门口 办理义卖活动宣传 欢迎各界共襄盛举参加餐会 因为原定50到60桌的餐费 目前还短缺三分之二 呼吁各界响应 一起来帮助植物人 我们有一个创世基金会 为植物人而举办的募款的餐会 为植物人而举办的募款餐会 那这个其实已经连续举办了 许多年的时间 那是一长期来 都来协助创世基金会 作为代言人 也宣传更多的市民好朋友 来支持整个植物人的安养的活动 所以在这边适应 特别呼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12月1号之前 可以来报名参加 我们的创世基金会 募款的餐会 因为你帮忙更多可以来帮忙的人 12月1号的晚上6点半 在我们北斗饭店五楼宴会厅来举办 那希望呢 邀请到我们所有的市民 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活动 帮助我们创世基隆院 我们在院安养的植物 清寒植物人 可以得到更完善的一个照顾 那今年的餐券呢 每一张餐券每人 一张餐券是一成二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到我们北斗饭店五楼宴会厅 还有我们创世的基隆院 都可以购买到这样子的一个餐券 那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共享散据 基隆分院进一步表示 这次餐会除了感谢社会各界 常年来对创世的支持之外 更需要社会大众帮助 升级院内消防安全 特别是重中之重的防火门 每一扇就需要十万元左右 目前还有十五扇防火门的经费 需要各界支持 那今年呢 其实创世基金会有多了一个 消防门的一个项目 希望可以让我们 就是创世基金会 万一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就地避难一个小时的防火门 那一扇防火门呢 是一扇十万元 也是非常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 最主要就是你知道 我们植物人他是完全卧床 他们也不能跑也没办法就是 如果真的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真的只能就是长 就是等待救绝时间 所以就防火门可以请世门关上 我们就可以原地的就地避难 那以前的话是没有升级的话 我们全部的那个植物人的床啊 或是人也没办法全部挤在 那个两个等待救援区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年就是 在着重就是消防安全 对于我们的植物人的安养的愿民 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安全提升 照顾植物人 北都残惠建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